已经高架桥下 因为就快要抵达目的地 车速稍微加快 不过意外就发生在下一秒 游战车一头撞上陷高桥蹲 撞击后的第一时间 警校忙着疏散乘客 而因为撞击力道之大 让车顶玻璃全部碎裂 外壳更是整片被削掉 车内有14名乘客都挂采受伤 而坐在驾驶座正上方 第一排的80岁周姓男子 首当其冲 头部惨遭严重冲击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刺者家属冒险走上车 发现老父亲已经明显死亡 当场难也被伤情绪 蹲在路边抱头痛哭 游战车重大意外 就发生在高雄人物区水管路 20号晚上8点多 56岁担心驾驶 载车27人旅行团准备返家 经过高速公路下方时 疑似因为不熟路况 误开到急车道 导致车头直接撞上限高桥蹲 整辆车辆遭到剧烈撞击 车顶直接被削掉 大概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到家了 结果后来接到的电话 就是这样子 忍不住情绪崩溃 因为巴巡众姓老父亲 身体健壮行动自如 跟随社区邻居们 到高里山里游 却在家门前不幸遇难 车上还有跟他联系 他说可以到这 已经到高雄了 他说他问到 再来到什么 你二点生气了 后续公路局也派出 拖吊车整理事故现场 高雄市长陈琦迈第一时间 也指示相关局处 立即投入抢救 并赶到荣总医院 慰问伤者以及死者家属 不过这起重大车祸 总共酿成十四伤一死 邓心肇事驾驶 也被一过失致死 最嫌送办 他后续奏责抚恤 才正要开始 接受 不过这次 好